导弹无论如何 人民希望的是可以安居乐业 我们就来看国际焦点是以哈持续交火 以军在开始说要展开新一波的地面攻势 他们呼吁加萨民众立刻往南部撤离 而CNN却发现以色列是照样的投弹轰炸 甚至包括前往耶路撒冷 伊斯兰教第三圣地阿克萨朝圣的巴勒斯坦人 也遭受攻击 哈马斯成员躲在暗处 一发现乙军从一栋建筑里出没后 直接引爆炸弹 乙军还在甲巴利亚 发现哈马斯埋下的炸弹陷阱 但由于哈马斯的顽强攻击 毕得乙军不得不亲自身入地道内 轻叫哈马斯 我们在这一栋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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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我们在这一栋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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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瞄準哈馬斯分子 並宣告即將發動 新一波地面攻勢 呼籲加薩中部地區的民眾 立即往南撤離 只是說歸說 以色列照樣投擔 以色列甚至為了消滅哈馬斯 連位在耶路撒冷的伊斯蘭教 第三聖地阿克薩也攻擊 以色列警察朝著正在祈禱的 巴勒斯坦人發射催淚瓦斯 逼迫百姓的 蒼黃逃命 TBBS新聞綜合報導 在加薩走廊 現在幾乎是滿目瘡痢了 從以哈衝突爆發以來 已經造成至少 兩萬五千名巴勒斯坦百姓的死亡 根據CNN分析說 以色列已經投下了上百顆 重達兩千磅的炸彈 為了讓國際社會 能夠安全地提供大量人道救援 所以聯合國的安理會 在今天通過決議 一整列坦克壓近近程 以軍士兵衝進加薩東北部 臨近以色列邊界的 貝特和諾政 發動猛烈攻勢 以軍還釋出這段空拍影片 顯示炸毀加薩市底下的 哈馬斯 驚因地道 但就在雙方交火之際 不幸又傳出一名人質的死訊 死者是一位以色列裔 美籍七巡老翁海格埃 他慘遭哈馬斯殺害 這就是я輪了 校長 烈精機uy , 美國天后罩 избag 他他們的人正在突破 哈馬斯怕被 Fehmmas 就是 manif sisters 為了要報復哈馬斯 CNN分析 目前已軍在加薩頭下 上百顆重達兩千磅的炸彈 爆炸的破壤 只是双方爆发冲突以来 已经造成超过2.5万名巴勒斯坦百姓死亡 引发严重人道危机 为了要让国际社会能够安全地提供大量人道救援 联合国安理会22号通过决议 法新社指出在表决过程中 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美国和俄罗斯原本可以否决这项措施 但最终都投下弃权票 也就代表说这项决议以13票赞成票通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则痛批 目前真正的问题是以色列的攻势尚未停止 对人道救援造成巨大障碍 加上近期加塞又降下大雨 人道危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TPB新闻综合报道 那么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以来 作为以色列航运命脉的红海航线 也十分的不平静 夜门叛军青年运动闹红海 他们对10艘的商船发动了100多次的 无人机跟飞弹攻势 美国现在把矛头指向了伊朗 认为就是伊朗在背后撑腰 他们提供夜门叛军包括无人机 飞弹跟战术行资 所以现在质疑伊朗射入甚深 疑似也是为了威辙伊朗 随美军的航空母舰艾森豪号 最近已经驶入了亚丁湾 美国总统拜登更唠狠话 他说如果蝉枝持续遭遇攻击的话 将考虑军事行动 为了声援加萨走廊的哈马斯民兵 夜门胡塞武装也招募了一批新兵 要以实际的行动提供支援 胡塞武装表示 这批新兵会进入加萨 和哈马斯组织并肩作战 保护阿拉伯的兄弟姐妹 同时抵抗以色列在这个地区 采取的无差别攻击行动 看得出来 穆哈欣恩的情绪相当亢奋 更强调他们是一支 忠诚度很高的部队 在虔诚的信仰中 拥有以色列人不具备的坚强意志 也绝对不会抛弃巴勒斯坦兄弟 会在代代相传的持续作战下 赢得最后的胜利 并且要把这些占领者 赶出巴勒斯坦的土地之外 但是吊诡的是 胡塞武装的清兵部队 究竟要如何进入 几乎成为断源残壁的加萨 而且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躲过以色列严密的边防检查 这些问题 胡塞武装并没有给出答案 不过有一件事情 胡塞武装可是很痛快的 就承认了 那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红海航运的不平静 就是出自于他们之手 美国阿利伯克级飞弹驱逐舰 梅森号约末是三个星期前 在亚丁湾海域巡航时 接到一艘商业船只的求助 声称有五名武装劫匪强行登船 梅森号紧急前往 事发海域准备执行反劫持任务 只不过这五个人 一看到梅森号之后 就立即弃船试图逃逸 但是最后仍旧躲不过 美军的船间炮力 全数落网 然而在追捕过程中 还出现一段插曲 就是胡塞武装 曾经向梅森号发射飞弹 结果是准度不够 飞弹不晓得打到哪去了 就这样梅森号顺利将五名劫匪 带回基地接受审讯 截至目前为止 胡塞武装在红海 至少骚扰或攻击了 七艘外籍货船 最近一次发生在12月12日 一艘挪威籍的商业邮轮 斯特琳达号 在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 以北约60海里处 遭到胡塞武装的火箭弹攻击 根据斯特琳达号船员的叙述 邮轮确实被火箭弹击中 除了引发火警之外 船身也有相当程度的损害 缩性全员安然无恙 邮轮的动力系统也正常运转 同时在梅森号的护航下 暂时停泊在一处安全的港口 等待船体的损害评估和维修鉴定 预计至少会停泊两周以上 胡塞武装在红海展开一连串的 洗咬行动就是要全面封锁以色列 并且严格限制任何想要通过 这片水域的以色列船只 作为报复以色列在加萨地区 对巴勒斯坦百姓所采取的 不人道行为 为什么胡塞武装在红海周边的 洗咬行动会为国际航运 带来非常大的不安 国际海运工会资深经理史卓伯特指出 原因就出在胡塞武装控制夜门的区域 就位于进入红海航道的 曼德海峡周边 得以让胡塞武装直接从控制区的港口出发 在红海航道攻击或扣押 他们认为和以色列有关的各种船只 这就让其他船只行驶红海的风险大增 并且急剧升高航行时的保险费 增加运输成本 如果要避开这条危险的航道 就必须拉长运输时间绕道而行 耽误的就是货物到港时间 所以这两种方法都会影响航运贸易 但是也有人好奇的是 美国和其他国家不是在这个区域 派有军舰维护航行安全吗 为什么胡塞武装还有机会要舞扬威 为所欲为呢 就以被胡塞武装扣押的银河领袖号商船为例 尽管胡塞武装声称这条船和以色列有关系 不过很快的以色列官方就出面否认 而且经过确认这艘商船是英国银河海事公司所有 目前由日本游船租是会设成租 更不用说船上的25名船员中 没有人是以色列籍的 尤其银河领袖号原本是从苏伊士运河的赛德港出发 准备前往印度西岸的皮帕瓦夫港 却没想到行经鸿海港口城市和台达时 遭到胡塞武装分子以激将的方式劫走 25名船员全数遭到囚禁 从胡塞武装公布的影片来看 一家商业风险咨询公司认为 胡塞武装分子的行动方式 确实很像伊朗革命卫队的作战形态 因为这和胡塞武装过去在海上战斗的 惯用手法有很大的不同 没有使用水雷、飞弹或是其他远端遥控爆炸装置 而是由类似突击队或特种部队的战术 直接降落在商船上 然后进入驾驶区控制船员 行动的精细程度 很难不让人怀疑伊朗是不是 有向胡塞武装提供这方面的训练 甚至是参与到这次行动中 咨询公司就认为 胡塞武装已经从这次事件中 对国际社会展现了他们的能耐 美联社波斯湾级伊朗新闻总监甘伯瑞尔也说 现在麻烦的是 胡塞武装好不容易才和沙烏地阿拉伯 所率领的联军搭乘某种停战协议 暂时终止了打了八年的夜门内战 但是随之而来的以哈战争 很有可能重新点燃战火 加上美国情报显示 胡塞武装已经从伊朗获得了无人机、飞弹和其他武器 如果确实如此的话 那么以色列扬言要发起红海行动 逼迫胡塞武装停止在红海航线的洗脑和攻击行为 就将出现难以掌控的变数 因为美军卡尼号驱逐舰两个星期前 宣称在一天之内 击落三架从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射出来的无人机 代表了以色列真想要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的话 那么红海海域将成为以哈战争之外的另一个风暴区 好那您还记得吗 今年八月份死于坠机事件的瓦格纳领袖普里格金 到底背后有没有阴谋论 众说纷纭 那么最新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消息指出 这似乎是跟俄罗斯国安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有关 疑似是他暗中策划伤害普里格金 他还曾经多次示警说 依赖瓦格纳将会威胁到总统普清的政权 而这一切普清是完全知情 帕特鲁舍夫他跟普清同样都具有特工的背景 目前是普清的亲信 似乎也让普清默许暗杀普里格金 目前普里格金之死虽然依旧是个谜团 有说法说他是吸毒在机上引爆了手榴弹 不过也有消息指出说他作息被特务安装的小型炸弹 在起飞半小时后爆炸 如今华尔街日报这一篇报道 更让外界是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据另一方面在乌俄战场上面 军事专家分析 俄罗斯恐怕会趁着乌军军援 亲黄不接之际扩大占领范围 就在乌克兰陷入西方援助困境之际 俄罗斯趁此机会展开一连创攻势 除了有阿夫迪夫卡围城战之外 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媒体面前的巴赫姆特 再度成为焦点 原因是俄军在乌克兰部队转入战略防守之后 开始对巴赫姆特以息的乌克兰据点施加压力 迫使乌克兰第九十二旅的官兵 不得不在摄氏零度以下的低温中接战 还要克服能见度很差的环境 冒着被俄军发现炮阵地的风险 危及敌人的攻势 根据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部 高阶军官透露的消息称 俄军派出以罪犯组成的风暴Z和风暴V部队 配合精锐的海军步兵旅 在巴赫姆特战场上展开多线攻势 尽管守军全力阻挡 但是综合多项来自前线的情报显示 两军进入正面交火的激战 乌克兰部队高层也坦诚 部分防线的情况非常严峻 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 已经有一支部队进入了波赫丹尼夫卡 另外在伊万尼斯夫卡的战斗方面 虽然两军在郊区激烈交战 但是俄军明显占有优势 并且迫使乌克兰部队撤离防线 至于向西面恰索夫亚尔推荐的行动 也很顺利 据称两支先头部队从北部展开快速打击 成功深入乌克兰防区 甚至在韦罗刘伯夫卡上空 极入一架乌克兰空军的苏二五轰炸机 虽然这项消息并没有得到乌克兰的证实 不过军事专家分析 俄军采取的多线攻势 明显是想夺回五月以来丢掉的据点和控制区 甚至有可能在西方援助乌克兰 处于亲黄不接的情况下 扩大占领范围 一度向西瞄准康斯坦丁诺夫卡 以及德鲁日科夫卡两座战略重镇 然后向北夺取乌克兰的工业城市克拉玛托尔斯克 瑞典制的弓箭手自走的炮杯 誉为是世界上射速最快的流炮之一 就在今年三月 瑞典宣布出售食量给乌克兰之后 第一批八门炮已经正式交付 由第四十五独立炮兵旅 在乌东战场上正式亮相 对于这款先进的重型武器 乌克兰官兵更是赞不绝口 认为这款火炮不但具备快速机动部署 全自动弹药装填与火炮射击程序 以及维修减变的特点之外 而且只要三名组员就能操作 大大减少炮组人力的需求 尤其不到三分钟内 就能发射二十一发炮弹 缩短对敌打击间隔 不只如此 这款自走炮在接获命令的三十秒后 马上可以实施射击 也能在相同的三十秒内迅速撤离 最高限度减低敌方缓击速度 加上自动射控系统的帮助 更提高了命中目标的精准度 真是乌克兰步兵和地面火力支援单位的好朋友 然而也因为过度依赖欧美的帮忙 乌克兰免不了要承担供应锻炼的风险 尤其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 毕竟欧美的支援力度 随着战争即将届满两年之际 已经让泽伦斯基发现 西方友邦逐渐出现疲劳效应 不但如此 泽伦斯基还透露最高军事指挥官已经提议 希望能再动员四十五万到五十万人参与战争 会有这样的考量 主要着眼于俄罗斯目前有将近六十二万名官兵参战 虽然乌克兰也有五十万大军 但是在双方条件不对等的情况下 乌克兰部队在战斗中确实承受了非常沉重的压力 不过泽伦斯基也承认这个提案的确很敏感 而且代价很高 他要做的决定是得到更多支持这个建议的论述 除了涉及到人命关天的问题 还攸关动员过程是否公平 国防力量及财政收入是否有能力 附和如此庞大的需求 毕竟这样的征兵规模 粗估至少需要支出135亿美元 平均下来每一位军人要得到六位纳税人的资助 也正因为姿势体大 所以政府和军方还要进一步协商沟通 之后再决定是否向国会提交议案 尽管这边议题还没定案 但是已经在乌克兰国内 引起正反两极的意见 支持的一方认为 军事动员并不代表一定会上前线作战 而是为了组建补充力量先行准备 如果每个人都能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 一旦战事出现紧绷 马上就有支援力量可以顶替上去 但是反对方则说 这场战争为乌克兰带来数不尽的牺牲者 以及更多破碎的家庭 即便这些官兵能在战场上倖存下来 但是他们中有不少人 因为经历过战争的残酷 而饱受身心健康的折磨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PT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这是战场上的真实画面 哀嚎声中夹杂着惊慌恐惧 和不知所措 无论对伤者或幸存者来说 都是脑海中难以抹灭的记忆 第67独立机械化旅的士兵DJ就说 库比扬斯克连接到利曼的战场 是他不愿回忆的伤痛 战场上不绝于耳的枪炮声 和大量伤兵 很快就让他的心理崩溃 而且拒绝再回到战场上 这是乌克兰前线官兵的心理变化 根据统计 一支部队中约有五分之一 到四分之一的官兵正受到PTSD的纠缠 但是吕布的心辅官认为 没有爆发出来或是隐藏的数量 或许还要更高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场 表扬战斗英雄的授讯仪式上 为有功的官士兵佩戴奖章 表扬他们在特殊军事行动中的英雄表现 同时也说 如果乌克兰 欧洲和美国 这些对俄罗斯怀有敌意的国家 想要谈判的话 那就来谈吧 俄罗斯问题专家分析 普京会这么说 反映出两种可能 如果不是对战事胸有成竹 就是俄罗斯可能也快撑不下去了 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 都无法掩盖西方阵营 和乌克兰曾经轻忽了俄罗斯 在战略容忍度上的界线 以至于过度乐观评估战事的未来走向 却没想到俄军应变会如此之快 甚至有能力反转局面 精准钳制住乌克兰的反攻行动 同时陷入到前所未有的胶着之中 加上西方援助因为逐渐疲乏 进而产生松动的迹象 让乌克兰的命运 就像风中的蜡烛 随时会有熄灭的可能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